近日海南安定的一男子在妻子生产时 男子守在产房的门口开启了续道模式 一直不停地祈祷着 生女孩生女孩一定要生女孩 结果男子妻子却生下了一个男孩 随后男子在网上争名字姓王 网友纷纷提议说干脆叫王昭妹吧 男子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 所以这二胎就特别想要一个女孩 到此为止 爸爸的小心思千万别让二宝知道了 性别改变不了 但是小帅哥的性格是可以靠爸爸的努力塑造的 今后播房继续碎碎念 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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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近日在浙江泰州发生了险象还生的一幕 一名三岁儿童突然跑到车流如梭的马路上站定 张开双臂蓝停车辆 其他三名小孩上前将他拉回安全地带 然而不一会儿 四名小朋友竟然一起在马路上跑起来 不到二十分钟来回穿梭十五次 好在民警感到及时制止了孩子们 真是被孩子们捏了把汗啊 孩子家长可得上点心呐 不幸只在一瞬间安全教育 别不当回事 说近日沈阳市余虹区的一个小区里的部分业主反应 从四月初开始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都能听到咚咚咚的声音 有时候一会儿有时候几个小时 这样的噪音让大家很失头痛 有的居民曾经顺着声音挨家挨户敲门 也没有找到噪音的源头 就在大家想要报警求助警察的时候 困扰大家近十天的不明噪音终于破案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噪音的源头竟然是一只啄木鸟在啄墙 啄木鸟不是应该啄木头吗 准备挑战传统突破自我了 这里没有害虫 最多只有几个想多睡一会儿的懒虫 说近日上海疫情 很多居民居家隔离的时候都囤了不少的菜 对于青菜很难保存 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有一女子就想出了一个奇招 就用水把菜放在盆子里面养着 放在阳台上 于是窗台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小菜园 在疫情封闭馆里的二十多天里 家里的蔬菜依旧是保持着新鲜嫩绿 这位女士等疫情过去 如果农业大学向你招手 可以考虑转行了 说近日安徽天长一男子 完成科目一考试之后 在签名区突然倒下 幸好旁边考生及时扶住 经了解男子晕倒是因为考试紧张 犯了低血糖 随后车驾管中心的工作人员 拿来了水和食物 但是男子仍然神志不清 最后民警拨打了120送一救治 就咱这心理素质 考试都紧张成这样了 这样是以后开车的啥样 如果这样的司机上路 是不是得有人要吓晕了